每年十一月的第二個星期四 就是金氏世界紀錄日 光是過去一個月 就有各項紀錄不斷被刷新 帶您一起來去看看 在現場親友的歡呼聲下 金氏紀錄單槓兼後空翻 最遠距離的紀錄保持人華深 開始嘗試打破自己的紀錄 但一開始的兩次他都失敗了 直到最後第三次 他終於挑戰成功 成績退遠到了六公尺 除了後空翻 還有來自美國的 彈跳桿職業玩家貝利普斯 他用彈跳桿連續跳過 五輛倫敦計程車 這些車高兩公尺 寬1.6公尺 打破了連續彈跳過 最多車輛的紀錄 還用帥氣的後空翻姿勢落地 還有同時拿下兩項紀錄的 委內瑞拉挑戰人羅拉比昂多 他用30秒完成62次 做事單腳繞足球的交叉技巧 跟一分鐘內24次的 單腳雙圈環遊世界控球技巧 另外日本極限單車玩家 池田孝紅也同時打破 包括30秒內完成45次 360度單車旋轉等多項近視紀錄 還有摩洛哥挑戰人圖亞伯 以30秒完成12個單腳後空翻 創新紀錄 跟中國挑戰者張爽 用倒立方式拉動一台1.35噸的 修旅車50公尺 並一分鐘13秒27的時間創下紀錄 公園新聞陳頌秉